我新买回来的罐子 那叫做什么 玫芽 那各位晓得我最近都有在种一些豆芽菜 还有那个木树芽 那都是用我们自己设计那个豆芽机来敷 那我想说 有人说这种也可以用来敷豆芽 我想说我就来试试看 就是两个 这是1000cc的罐子 那它上面的盖子就比较特别 我之前就已经把它洗过 长这样子 它的盖子是长的样子 一片这个一片这个 这是可以拆的 那你就把它弄起来 就这样 那就是一个 那我买了两个 两个一组 那除了这两个罐子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 这个架子 就是说你在绿水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架子可以把它 罐子可以倒扣 这样是可以做一个固定之用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试试看 就是有两个 两个就配两个 那再来 又买了这个 这个套子黑色的套子 各位也知道我们在 敷豆芽的时候 或是木树芽的时候 是有时候不见光 不见光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 要组绝光线的话 那就是可以用这个 他们就有卖这个 我也买了 两个回来 就是刚好一组 就是到时候你有需要 不见光的芽菜类要用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来用 就是很方便 所以我买的就是 两个罐子 两个支撑机 还有它 你可以把它倒扣的时候 倒扣的时候就 怎么讲水不会到处乱跑 应该要滴水盘 对要滴水盘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弄了 那我这些放旁边 那我准备的是那个 木树芽的种子 还有那个青花菜的种子 应该就是这样吧 对这叫新的东西怕失败 也不了解它的习性 是不是先这样就够了 不要太多 这样子 对 那一般 一般人会说这种子稍微泡 泡个一小时两小时 我想说我们今天都 就是说不用泡啊 就直接跟它水 冲个几次应该就OK了 好另外一个就是来弄这个木树 种子 对 可是就1000cc来说 可能比较适合啦 我也都不要用太多 觉得有点 万一失败就不会损失太多 就这样就好 嗯 然后接着我们就来把那个 水装上去好了 希望这个不会弄湿 好我们就把它 把它稍微泡出来 就是算冲冲就对了 现在就这样盖起来 盖紧啊 应该稍微泡洗一下吧 然后就把水 因为它这有动嘛 往字马就是倒出来 我想应该就是这样吧 基本上应该就是这样吧 那种子不会随这个水流出来 因为它够细 因为有些东西是种子很小 像这种青花菜的种子就很细 你如果动太大就会流出来 对 这个也一样木树 木树也是很细哦 其实它们都是蛮细的 所以它这个网子也是蛮细的 是蛮适合的 蛮适合的 然后其实市面上 因为这也应该流行也有一阵子的 可能也有几年了 用过的人也不多啦 讲实的 真的就不多 对这种 对这种一千cc的讲实的话 有点小 没关系啦 就是这样就好了啦 这样就好了 反正就示范给大家看吧 我是觉得说 我真的要用的话 我是觉得它这个底座太窄 然后这个 你知道它底座白的话 我觉得这个很危险 其实我是觉得啦 因为它这个有做凸起嘛 这个都拿掉 每两个都拿掉 就这样放着就好 为什么还这个 我觉得这样应该也 这只是好玩而已 不是要让你让你用的 没有必要的 这只是好玩的而已啦 这个支撑价后来 我们决定就 对根本就不合啦 嗯 可能用500cc的罐子来配的话 可能角度 那个解决度会比较刚好 因为我们买的是大的是1000cc的 对啊 那我们就用起来好像有点 有点急促啦 对 就是没有安全感 所以后来我想想就这样子 各位看这是四平八稳啊 对不对 然后它这个好处就是说 它这是不锈钢的网子 然后你盖子啦 你就这样放着到水就往下滴嘛 你就不会有水 怎么讲 还在里面就对 那另外刚才有介绍 这个就是应该遮阳的带 就是遮阳罩 它是讲遮光罩嘛 然后像各位知道这个木树芽 我们可能都不喜欢光罩 希望都比较阴暗的地方 所以这个就用到了 哇 哎 哎 真是 啊 进去进去 它这有弹性 它这个有点像潜水衣那种 因为就不用担心说 有时候你在种青花菜的时候 有时候底下就是积水 然后就容易烂掉 那变成说它是这个方向 水都往下滴 那应该比较 比较不会有柴鱼的那个水太多 对 那可能会长得比较好一点 那我也是第一次用 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那就是说我们会每天每天 就是说观察 那一天我想说 有空还是要给它 我们讲冲冲水 然后 给它水沥干净 然后再一直给它 它应该就慢慢会发芽 会 就像冲冲水 那我看了 那我看了